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上志 在这里我们要插播一下 在今天刚刚疫情指挥中心 发布的在台湾最新的疫情统计数字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数字很惊人 在今天又新增了442位的本土的病例 那么境外移入也没有减缓 有136例 而且这136例当中 主要是来自于包括台商 以及包括外籍的部分的劳工当中 比例很高的部分越南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各县市的比例当中 包括台北市有95例 新北市143例 全台湾除了现在台东 我们没有看到的部分 新增的部分确诊病例之外 包括在花莲也都很高 只有24例 那么相关疫情的部分的最新状况 请您锁定TVBS各节的终点新闻 另外还有相关的报导 也持续提醒您 在包括清明年假回来之后 台湾疫情真的飙升很严重 那么我们把焦点回过头来 看我们现在的新闻的焦点当中 针对于美国众议院的议长裴洛西 原本那么安排需要的亚洲行 不只来台湾 在亚洲行当中会要来台湾 但是现在计划升变了 因为传说多 因为他现在确诊的部分已经确定 特别是在确诊的前两天 他竟然曾经还跟拜登 我们看到这个照片 有近距离的接触和亲吻的脸颊 那么这个部分引起美国舆论当中 很多的批评 但是白宫方面说 这个动作不算是密切接触 因为现在在美国 所谓的密切接触 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在距离183公分之内 当然是没有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 是要接触15分钟才算 说是他们没有接触这么久 当然裴洛西来台喊咖 你意不意外 当然在媒体评论当中 很多人是觉得并没有很意外 当然这次虽然推说 是因为他自己个人 确诊的部分的关系 但是其实在对台的 或台美的这个部分的外交关系上 屡屡都是见光死 那么这样子的结局 在中国时报的评论文章当中 也说这点头部也看到 背后其实是美国跟中国方面的 台面下有很多激烈的交锋的动作 当然其实要知道 其实宣称要来台湾的部分的 这些美国重要的代表人物官员 其实很多 其实包括在2020年11月的时候 像当时都知道美国环保署长惠勒 当时也说要来 当时也说是来台湾拜访的最高层级 但是后来因为他被批评 来的时机不当浪费公帑 因为要包机达20万美金就没来了 而且后来在2021年几个月后的 1月份本来也传说说 美国助理大使克拉福特要来 后来也没来 那么透过跟包括蔡英文总统的视频连线 这里头是不是因为每次访台前夕消息曝光 触怒了中国大陆方面的部分的 这种所谓一中 对于美国中美关系 一中政策的这个部分的红线 当然中国外长王毅其实就批评 这里头裴洛西如果访台将是公然踩踏 一个中国的部分的红线 后果由美国承担 那么但是实际上 民进党苏贞昌则强调或反驳 中国你不要说三道四 国民党方面的驻美代表 黄介正主任他有特别提到 这里头裴洛西来台 虽然其实是不错的 能够鼓励国民心理 但是也替民进党增加士气 但没有实质帮助 是没有的 那这里头当然 民进党方面都有批评 认为国民党应该要对内团结 不要玩两面手法 不要把台湾外交当儿戏 而把对美光西当演戏 那么裴洛西不来 小新怎么看 我想他当然他是说 他确诊的原因 那有没有更深的内幕 我们这个不知道 可是可以看到的是 在国内政坛里面 光是裴洛西要访台这个消息 就足以让我们的执政党 尤其是苏贞昌他们 民进党拿出来做斗争 跟政治上的操作 比方说黄介正老师 他讲的其实很清楚 他并没有反对 裴洛西来台湾 他是在一个研讨会上面 非常常篇幅的 去谈论了台美的关系 那谈到了裴洛西 因为他不再寻求连任 所以即便他现在是 所谓的总统的第三顺位 如果总统副总统 都不能逝世的话 第三顺位是裴洛西 但是比起像是 比如说军售 或是更多实质的交流跟合作 他来台对国防安全的意义 没有那么大 那他也谈到了 当然可以增加国民心理的这个士气 所以他对这件事情算是说 在利弊得失上面都各自论述 可是你看民进党怎么回应的 你们国民党又在唱贺中共了 他就直接拿其中的一句话 就讲说对国防安全没有加分 不去听对方完整的论述 就抓出一句话 去对你扣上红帽子 这就是现在苏贞昌 就是民进党 现在他们整体政府的做法 所以我觉得说 陪洛西他因为什么不来 那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我们也很欢迎他来 但是只要每一次有 美国的政要要访台 民进党就拿这个 做大内宣 做认知作战 做斗争国民党的工具 所以抗中保台四个字 我们常在讲 是抗什么中呢 抗到最后你抗的 就是中国国民党的中而已 你实际上面没有抗到什么中国大陆 他们还是一样好好的 做着他们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说这种斗争真的是大可不必 这里头当然我们都知道 要请教杉教授 当然外交突破其实是不容易的 当然其实包括对美关系 不断的去拉高层级 拉到美国对我们的关注 这个地方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实际说屡屡每次说要来 但是最后又来不成 这个不免还是有一点这种 变成是所谓放羊的孩子 这样子的部分的说法 狼来了 狼来了 那么当然美国高官来了 最后还是来不了 这里头其实还是对于民党政府的 外交的部分的威信还是有所影响 我们先看这个裴洛西 裴洛西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他是我们知道他的父亲也是政治人物 也是议员 也是巴尔迪摩市长 他当到现在已经第21年 是政治世家 政治世家 他也是21年的很有名的众议员 而且他是意大利后裔加州人 所以他很多都第一 他第一个意大利后裔加州人 而且女性当选众议会议长 他相当难的也非常厉害 这一次因为他确诊 然后不能来访问台湾 不能来亚洲 应该是整个亚洲的行程 整个亚洲行程 当然一来一来健康考虑 二来是他会跟很多所谓的政要接触 所以他们一想到说 有这个考量 这个concern 他们可能就不来了 但我们知道说 美国高官来台湾 其实我们在从2018年 川普通过这台湾旅行法开始 他就赋予他一个法律上实质的意义 让许多所谓政要可以来台湾访问 包括之前的阿扎尔也好 然后克拉企也好 后来又发现这个所谓的 美国先换报处长这个惠勒要来 可是因为正值这个政权交替 他就取消了 后来这个美国联合部大使很有名 克拉夫特 这个煤炭老板娘 本来要来 后来也不能来 他也是考量到说 因为要政权交替 要稳定政权 所以又不来了 所以这些本来要来的美国高官 后来不能来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惜 对我们台美关系 感觉是有扣分的作用 但是我要讲的一个是 其实台湾面对这个所谓美中两个强权 在这个不断的竞争底下 那台湾的地位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在研究这方面 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在国际关系里面 我们想说抗衡 抗衡就是你对抗强权 你会抗衡一个强权 对 那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是 我们不要抗衡 因为抗衡太贵了 我们互从它 那如果对美中的话 有人说你互从中国也好 互从美国也好 现在我们就遇到一个是 我们是不是在互从美国 因为叫bandwagon 那你互从美国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说 保护台湾价值 后来是我们互从美国 可以得到更多的武器 可能可以更多的好处 但是千万不要忘 各位观众 其实互从并不是代表 没有代价 其实这个美国很多学者 都做过类似的研究 他说你像David Lake 大卫雷克 加州大学圣地牙科大学的教授 他就讲了 其实互从到了最后 这个通常我们讲的 从属国或者说小国 他必须要有很多的让利行为 你要进贡 不一定是进贡 但是就是你必须要 为了要拿到更多的好处 因为这个国际关系的权力 是一个由上到下的 强权到着这个所谓的 弱国小国身上 当你这个小国 你要去互从他的时候 你必须要跟他很多妥协 本职是利益交换 是 本职有利益交换 所以我们有美牛的问题 对不对 这很多问题 那这一次这个培洛西来 其实我们大可以说 那你没有关系 你就来就好了 对不对 我们有很多的隔离措施 但是他自己就想到说 如果到了亚洲 拜访各国镇样 可能会有传染的风险 他就干脆就不来了 所以我真的很考量 但是我们要知道说 当一个小国 无限制在互从大国的时候 我们到最后自己的主权 而且主权包括什么 安全上的主权 军事上的主权 经济上的主权 是 那台湾的主权地位在哪里 我要请问的就是 如果我们真的是有唯命是从 那到最后 比方说我们军事合作也好 其实军事合作 我们很欢迎美国给我们很多武器 卖很多武器 很多军事交流 但是军事交流并不是无上限 无足止境的 对 所以这点是我们必须要非常去考量 除了我要讲的 富有弹性的外交政策 是非常聪明 而且有效的 对 当然这里头每次只要 如果美国高官来的时候 就要请教校尚伟 我们都印象很深刻 每次来的时候 大概中国大陆军机 又会频繁过来 会高压 也会是一个部分的动作 又使得台海关系又紧张 当然在这一次来讲 当然裴洛西不来 因为他确实是一个 很指标性的 美国民间的 很重要的政治人物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状况之下 不来是不是其实 对我们来说也是松口气 其实我倒是觉得 王部长他这一次的话 对岸的王部长 他这次讲的是严重 为什么 因为其实美国众议院院长绑台 在中华民国跟美国段教育 也不是第一次 之前我记得 97年的时候 金格瑞季就来 而且那个还非常高调 做美国政府的专机来 这一次裴洛西要如果要来的话 因为其实虽然说 他是号称第三号的这样一个人物 但是不可否认 他本身还是一个 就是说是 他是属于民意机关的这样一个 众议院 也就是说他是众议院的议长 虽然说他在权力排名上 属于第三 但这次 说出裴洛西要来的人是谁 其实是民进党的委员 对不对 民进党的委员 然后现在他们又 比如说今天黄建正老师 其实黄建正老师 在驻美代表处工作的时候 说真的 那是上一个世纪的事情 所以就说他对于台美之间 这种分寸的拿捏 还有彼此间互动这样一个过程 说真的 其实可能比今天很多 现在政府里面的人 要知道的更多 甚至更清楚 因为他就讲过多次 他曾经在驻美代表处的 这个期间碰过 最让他觉得压力重大的事情 就是两国论 对 所以那段时间 所以你就像 今天我们没错 所以我今天算是说两岸之间的这个关系 非常敏感 或者说感觉起来这个剑拔弩张 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再重现过两国论 那种等级的那样的事件出来过 对 所以也就是说 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事情来说 执政党他现在的确 那当然他们会很希望 能够透过美国这些 重要的政要来台湾 然后来让国人 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概念 是说美国非常极力的支持台湾 也支持台湾这样一个民主社会 跟我们的这样民主的运作 这些都是事实 但是其实说真的 我们现在台湾在这个地方 当然你说像大陆军机 会不会再有美国的重要官员 宣布要来的时候 就有特别多的活动 也不禁忍然每次都有 但通常会对行政部门的 的确 那时候反应会非常激烈且明显 所以整体来说 我是觉得 这次他之所以不来 主要还是我个人愿意 因为陪佛西年纪很大 如果年纪很大 又确诊走这一圈 他老人家体能体力能不能附和 我觉得还是他自己本身 去思考的这段问题 所以整体来讲 我觉得这次来或不来 其实跟台美实质的关系 关系真的并不是那么大 院长大人也不用那么的激奔 就直接把国民党航通 把它看成是一定是 见不得台美关系好等等 并不是这样 因为其实说真的 他这次黄老师在这方面 在台美关系之间介入自身 我觉得可能是很多民进党的党人 都没有办法能够逼你的 而且在最近最后一点时间 所以其实夏宇 其实包括在乌克兰战争之后 当然台美关系 任何一个风吹草痛 大家都还是很谨慎 所以这里头 当然在最近因为乌克兰战争 其实台海两边 部分其实是军事形势来说 稍微就你总体来看 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是还好 当然这几天你也看到 就是说例如说 大陆的军机在台湾周边的活动 有提升的时候 其实往往就是美军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